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就是没有到外面拍摄 生命数字你是几号人这个视频呢 第四集就不懂要怎么往下拍了 因为也不能跟嘉宾在外面拍摄 是 所以 可是没有关系哈 当我讲到生命数字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我发现很多人对此课题产生很大的好奇感 然后问我很多的问题 对自己的数字很有兴趣 然后想了解更多 所以我觉得说 这样好了 整个8月份我就打算做类似这样的视频 然后就分享更多关于生命数字这一块 当然短短10分钟里面不可能就是讲完整个生命数字 可能几天几夜才讲完 可是没有关系 我就分段来做 分part来做 看完影片之后呢 先让你们消化 然后再期待下一集这样子 OK 好 生命数字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能量嘛 那这个能量呢 基本上就是呢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能量的代表 那我们可以用数字来代表 这个数字分别就是 1号到9号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 每个能量呢 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 优点缺点等等的 那在这个生命里面呢 你越了解自己的话 其实做事情更顺顺利利 那有一句话也是这么说哈 能量拉高一分 能力万倍裂变 意思就是呢 了解自己的能量之后呢 就知道说 在这个生命里面 应该用什么能力去做改变 让自己开心 让自己走得更顺顺利利 好 那今天呢 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1号到9号的这个能量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这个优点缺点 他们的个性 到底是怎么样 那大家也是要注意听一下哈 因为可能 你身边的人是这个号码的人 或者是你会遇到这个号码的人 或者是你隐藏数字 有这个号码在里面 那隐藏数字这一块呢 我之后再做一些影片呢 解释给大家知道一下 好嘞 先讲1号人 那基本上1号呢 它就是一个创始数码 所以基本上 1号人就是呢 他很有想法 很有组建 然后做事情都很坚持 如果在团队里面呢 你的领导是1号人的话呢 那就要恭喜你了 当然也是有缺点 缺点就是呢 坚持但是也会固执 然后呢 某个时候呢 也不听起别人的意见 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你身边有1号的朋友吗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好 现在讲2号人哈 2号基本上就是 很会配合 然后擅长沟通 跟1号人完全是相反的 做事情很有责任感 不喜欢吵架 热情浪漫体贴细心 是他的绝招 当然也是有缺点哈 缺点就是呢 诶 他的依赖性很强 因此呢 在这个自私的社会里面呢 缺乏很多的安全感 但很多时候呢 都会有心理病 所以如果一个团队里面呢 有2号人协助领导人的话呢 一定要紧紧抓住他 因为他会协助你 协助到你成功为止 3号人 OK 3号人呢 他就是把世界当成舞台看待 然后他也是上场沟通 他四周都是朋友 最主要是呢 他很喜欢开心的生活 一切跟着感觉 跟着心情走 他在团队合作呢 危机处理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有创意 所以像设计啊 或者是艺人 艺术方面的工作呢 就非常适合他 当然缺点就是呢 这个人啊 时常会望东望西 然后就是一个 还蛮blur的一个人物 做事情很focus 很专注 那身边的事情就忘乎所以了 4号人就是在追寻安定 然后呢 在生命里面 一直在找安全感给自己 所以这号人物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 很坚守本分 很脚踏实地 然后很追求圆满的 像他很喜欢 就是很和谐的工作环境里面 那他的缺点就是呢 这号人物其实 他的生物还蛮boring的 很闷 因为其实他就是要 按部就班嘛 然后要安全感嘛 要所有东西都是 很system 很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来的感觉 因此呢 某个方面 对其他朋友来说呢 太无聊了吧 你的人生 可是他就是一个很忠心 很勤劳的一个人物 好 现在说到五号人 五号就是一个 自由的代表 他不喜欢被束缚着 喜欢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五号的人都特别适合 做一些旅行社有关的 那公关也是很适合他 那关于人际关系的话呢 他就是非常厉害在这一方面 无处都是朋友啦 那当然缺点就是呢 你不能绑着他 对 你越绑着他的话呢 他其实 越想逃出来 因此他就会产生很多 不好的念头 是 那有时候 如果你一直绑着他的话呢 他自己也会犹豫 他就像一个小鸟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小鸟 一直困在笼里面的话呢 久而久之 他也不懂要怎么去飞了 六五号人 六号这个数字 就是一个奉献的数字 那它是一个服务的意思 那这号的人物呢 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责任性很强 以服务为目的的一个人物 如果他是主管的话呢 其实也蛮严格的 他热情 体贴 有耐性 有爱心 喜欢大家开开心心 那当然缺点就是呢 因为六号的人 他是以服务为主嘛 所以呢 他是不断地在做付出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一直在付出 那如果他付出了 得不到那个回报的话呢 某个方面的自己 六号人他 他也会记仇的 是 因为他觉得 不平衡了 我做了那么多东西 可是我的回报却这样子而已 因此他会觉得说 我的生活不平衡 我不舒服 因此会产生这个 记仇的这个形态 七号的朋友 七号就是 真理 要求真理 那对生活 充满着很多的这个好奇心 然后一直地不断问问题 就算找到答案之后呢 也需要很多的证据去证明它 所以七号的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有正义感 然后呢 对目标都会全力以赴的一个人 那当然他缺点就是呢 有时候跟他相处 他都会非常的冷 是 然后都会有自己的洁癖 对自己的想法也非常坚实 某个方面呢 也不会去听取别人的意见 但如果你真的进入他的生活 他是一个很悉心的人 八号人 八号就是一个掌控的数字 喜欢看大局 然后喜欢追求目标 喜欢梦想 喜欢成就 投入很多精力在追求成功 他也是个黑马 也可以是整个团队的领导人 但是呢 缺点就是 占有欲强 然后有时候八号人 当他达到一个成就时候呢 他会 比较快松懈下来 然后觉得说 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所以八号人要不断地提醒 不断地提拔他的 九号呢 九号呢 他也是一个服务的数字 他很喜欢就是为社会做服务 做贡献 回馈给社会这样子 他很喜欢大爱的感觉 所以九号人呢 基本上也擅长交际 有点是什么 他可以变成神父 缺点是呢 他也可以变成神棍 是 如果他走到偏差了这个路线的话呢 基本上 他这个人物也蛮恐怖的 所以九号人家从小 就要开始培养到好好来 因为他学习能力强 他很有天分做每一个事情 因此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快上手 但是 最好是让他走向对的这个方向 这个人物就了不起了 是的各位同学们 这就是一号到九号数字的这个能量 他的代表 他的个性 他的优点跟缺点 那当然要讲的话呢 短短十分钟的视频是完全讲不完的 甚至几天几页也讲不完 但没有关系 因为我看到大家对这个生命数字产生很大的这个好奇 也很多的问题想要问 所以呢我会陆续的做生命数字这个影片 来解答你们想问的问题 来让你们了解更多 关于生命数字奇妙的这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呢 会继续拍生命数字 可能关于爱情的部分 对 关于工作磁场的部分 关于友情 亲情 电话号码 地址等等的 很多东西可以去学哈 好 跟着我的脚步 跟着我视频 一起慢慢探索生命数字 数字能量 慢慢了解你的生命数字 当然当然 Please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 OK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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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